首先在电脑上运行抠抠软件并登录自己的号码 接着在电脑上安装并运行楼眼与音聊天录音软件 点击文件设置菜单 录音模式设置为当如下程序开始与音视频聊天时自动开始录音 在下方再将其设置为输入及播放的声音均进行录制 这样双方的声音都可以录制下来 即使戴着耳机对方的声音也同样可以被录制 接下来与任意好友进行语音或视频聊天 在接通语音或视频聊天的瞬间 软件会自动开始录音 无需人工干预 当任意方挂断鱼音或视频聊天时 软件将自动停止录音 点击查看按钮 就可以看到刚才录制下来的声音而建 也可以设置软件在后台对于音或视频聊天进行录音 在开机自动启动本软件后方将其设置为隐藏模式 再在下方设置一个调出软件的热键 点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将软件切换为隐藏状态 接下来再次与任意好友进行语音或视频聊天 在键盘上按下之前设置的热键调出软件 现在就可以看到刚才软件在后台录制下来的音频文件 软件也可以对微信等其他语音视频聊天进行自动录音 以上就是抠抠语音通话如何录音的全过程 请不吝点赞订阅